好 那么我们先往上看Mesh的点心应用场景 点心应用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Mesh主要有哪些应用场景 那首先 室内场景Mesh组网 那这个的话 得看一下 家庭 仓库 地铁 或者公司内部 由于不规则的布局 墙体等 对物体WL已经推进一些衰减了 那么有些地方如果有信号忙去的话 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采取Mesh技术 这样的话 这样做你的部署是不是更加灵活 你不必受到一个限量因素的阳击 就是 如果说要去布局 那你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布局 对吧 不行 那你如果用Mesh的话 你就不用这样去想了 完全 所以的话 还可以避免一下 还可以避免你重新布局带来的经济组网 这不必 就是Mesh 室内场景 连续网 室外的话 就连接比较广泛了 可以看一下 室外的话 那一般的话 室外场景的话 一般就比较开阔了 那么你相互接近就像刚刚我们不是讲天线吗 通过 你要对天线进行选行了 天线 或者是电上天线 你的 如果你是电上天线的话 你要对于你这个回传性的EP 你是不是增益要带一点 你这个回传性是不是最好用5G 对吧 其实我们这边的Mesh链路 在我们的回传性EP上面 一般就是建议是用5G来导找的 是5G这个评价的 5G这个评价 用这个评价的话 其实你的质量干扰会相当来说少一点 然后5G的话 就用我们刚刚讲的高增益天线 它的连接 有连接你对端天线的话 是不是这样 连接范围是不是距离会长一点 这样的话 对你的部署而言就会更好一点 心理也会更强一点 OK 那么 这是我们的一个室外场景Mesh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后面是Mesh网络典型案例和配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讲了半天Mesh理论 后面配的时候到底是需要 就是你配之前 到底是需要注意哪些 哪些点 哪些点 就是你配的时候的话 面临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可能要注意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给大家拿出来的 一张Mesh配置的一个流程图 流程图 这边的流程图的话 就是上面一部分 是什么 大家可以这样想 大家稍微引导一下 上面一个部分的话 是你做的一些基本配置 你要做一些网络互通 各级模板起来 AP主要起来 等等 你都要创建好 一些相对应的一些 tunk 交换机和AP之间相连 你要保证你二层或者三层之间 你要能够通信 你能够通信 通信 那么通信其实是为什么 为了你后面能够获取到B值 对吧 你的AP能够上线 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些基本步骤做完以后 怎么样 我们要进入Mesh配置 那么这个上面的部分 应该是在我们前几堂课中 应该已经是讲到了 我今天着重讲的是Mesh配置 这样一个配置的 这样一个环节概念 那么这个图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待会会慢慢的有切出来 每一部分都会有切出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Mesh默认配置的一个参数 你什么都不配 Mesh的确认值在这几个参数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你的模板就是华为WMesh 记住 我刚刚前面记得大家记得吧 有一个MP对吧 还有一个MP对吧 没错吧 那你默认情况下 你的配置Mesh是什么 就是MeshNode MeshNode 你的Mesh约点是MeshNode 就是说它表示你默认就是上来就是MP的 马上就是MP的 好 那么你这边维持MeshNode 最长期望长度是-75dB 然后的话 刚刚前面说对吧 VAP的话一根VAP 逻辑VAP 承载什么 八根 什么 最大的什么 最大是八根你的物理线路 对吧 物理线路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罗织的VAP 它都是通过一根VAP 罗织VAP 回传性能怎么样 来进行一个承载 进行一个承载 那么上报的一个时间 像IT上报时间是30秒 好 全程系统模板的话是deport 那么这边可能看到这个回传 刚刚前面提的时候 大家记得一般的话 你VAP的话 我们的话 默认的VAPID是16 就是你这个回传性VAP 在我们的Mesh之后的部署功能 其实是你不需要部署的 不需要部署的 它默认就会用VAP16 这个Deport模板 来进行一个回传性能 回传的AP 将一个建立 建立 会把你建立 默认就会把你建立 那么Mesh部署注意事项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Mesh部署的话 首先这几款AP 是不支持我们的Mesh功能的 做不了 其次Mesh和WDS 只能什么 只能二选一 只能二选一 那这个的话 我会在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Mesh和WDS之间 就是说一些差异性在哪里 就是为什么说 可能有些学员会问 为什么你有WDS了 你要有Mesh 其实他们之间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的 有差异性的 我到最后会做一个总结所说 好的话是这边是使用如下功能的 比设品是不支持Mesh 比如说你如果在用 如下这种技术的时候 是不支持Mesh的 矛盾 像相互之间冲突 可以吧 那么还有就是说 你那个操作可能会导致Mesh中断 比如说你修改 TapOS之间的一个心跳 或者你要如果说平条路的话 条路的话 比如说你心跳想变得更好的话 可能会导致你们转转 就是大家如果以后做Mesh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的 好 那么继续往上看 那么 对 这边他也提到了 双MP组网 或者当MP和MP都有些有限时 就是你这边既有无限又有限的时候 什么 你要记得去滑螺楼避免 滑螺楼避免 通过GTL值 我们说无限测的话 GTL值还有什么 重复报纹检测 对吧 重复报纹检测 这样的方式 好 好 我们看 注意事项是 我们看到Mesh 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注意事项 比较多 Mesh注意事项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那 多MP部署 那么我们一般推荐Mesh主网 不要超过20个买接点 并且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段期 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 这个是一般而言 是说拿出来的话 就是说是一些 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场景下 如果环境比较恶劣的话 个人觉得你这个部署可能还要更密集一点 这个是跟你的一个 WL部署的一个场景 当时的一个场景是有关系的 也希望大家就是这种 如果用Mesh的话进行的话 看一看 就是之后的话 到底是 现网组到底是一样的场景 然后根据现网组的实时情况 是选择一个合理的一个MP的数量 好 那么 他这边说了 分割维护同的卖室网络 不推荐MPP上开启揭露性EAP 不推荐 刚刚前面我一开始讲这个交通的时候也说了 MPP上面是不推荐你开 就揭露性EAP 因为你MPP上面 本身你的承载 你的MP一项维护以上 你只要维护无限侧 然后又要负责你的无限侧 和有限侧进行一个揭露 那你的严育性能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复合了 你再去开启揭露性EAP 搞不好你那个东西就会擦掉 搞得好 那回传信道 那世卫有什么 达到较高的存储量和交换的用户提前 一般选择空口水量较好的5G信道做回答案 这个我刚刚也有提到 对吧 5G信道 我们一般会相信的话 都有5G干扰交换 干扰交换 OK 我们继续往上说 好 那么跳速限制 那么这个大家看一下 5G这回合的话 属于单评会上的一个 它这边是有一个性能会衰减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 不建议你Mesh的跳速特别多 因为你如果跳速越多 你的性能是会随着你跳速的 什么数量的增多或什么 性能会呈现一个衰减的 它是成一个反比的 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推荐跳速 不要超过四条 最大不要超过八条 就是说你一般可以什么 用新型阻网方式可能会多一点 不要老是电状阻网 这样不太好 还有就是要提一个就是说 HT40和HT20选择 这个的话大家如果有信息的话 可以看一下802.1N 这个通图量的问题的话 上面讲的比较详细 那么再回传程的话 由于选择了5G信道 推荐使用HT40模式 可以提供更高的核张数据 如果你接入程的话 但接入程为什么 是因为你目前很多的一些 像我们的iPhone等等的话 目前有些东西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它还不太支持你这个HT40模式 而且你这个HT40模式的话 也很少应用在2.4G这个视频上 所以你这个我们一般接入程的话 一般一般是使用我们的F720 一般是使用我们的F720